大家好 在今天冷氣團的影響 清晨的溫度反而是在雲嘉南 跟高雄的溫度低 最重要就在於北部的天空當中 有一些雲層 使得地表的輻射熱 不能散射到太空當中 但是現在的這個時候不一樣了 因為北部的天空當中晴朗 所以在許多地方 已經開始有輻射冷卻的作用出現 要提醒您 今天晚上的冷空氣的強度 雖然開始要減弱 但是因為有輻射冷卻的影響之下 從現在到午夜之前 溫度形態來說還是會比較偏低 我們氣象一開始 先來看看目前 即時的一些觀測資料 我們先來注意 我們用的觀測資料 剛好就現在即時的 資料出來的時間點 是現在7點30分的資料 玉山的溫度在1.9度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 有幾個地方溫度比較偏低 淡水的溫度降到了10.6度 這個是新店的側站 溫度已經到了12.7度 宜蘭的溫度已經降到了13.3度 溫度形態來說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都已經開始明顯的偏低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因為冷空氣下來之下 再加上輻射冷卻作用 我們從目前台灣上空的 整個溫度廠來看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北台灣的台北側站 目前的溫度14.6 風吹來還有點冷嗖嗖 到了新屋13.9度 嘉義14.9 高雄的溫度17.4 今天清晨的高雄只有11度 因為輻射冷卻的作用 冷空氣的強度 到了明天白天的時候 強度要減弱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的天氣變化 因為這個禮拜很重要 後面的三天 可是元旦連續三天的假期 先來注意到 明天白天開始 溫度的狀況要上升了 你會問我說那升多少 北部地區中午可以升到23 南部地區可以到25度 有沒有感覺到好暖和 可是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你看今天晚上的 北部地區只有13度 甚至接近淡水已經到10度了 所以日夜溫差非常的大 南部地區夜晚的溫度 在雲嘉南也是在13度以下 應該有機會在11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在中南部的朋友 特別注意的是 夜晚的溫度到明天天亮之前 非常的寒冷 穿著方便 要注意保暖 到了禮拜四跟禮拜五的時候 有一點點微弱的東北風進來 所以會飄點雨 還有再加上 華南那邊有一些水氣帶冬移 所以在我們台灣上空 週四的時候 雲層量會普遍的比較偏多 禮拜五的時候 雲層量開始減少 但溫度略降 到了禮拜六 溫度狀況會上升 但要注意星期天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溫度又要下降了 因為另外一股冷空氣下來 但是下一股冷空氣來的狀況 不太一樣 因為最重要的是 乾燥的冷空氣進入 所以很重要的是 在禮拜天的晚上要跨年了 那這天氣狀況來說 在六熱的時候 東部地區有點雨 西部地區天氣晴 你會問我說那台北的跨年 目前來看台北的跨年 應該是屬於多雲時晴的天氣 不過你到宜蘭到花蓮或台東跨年 可能天氣狀況就不太好了 所以跨年的當天晚上 西部天晴 東部雲亮多 零星的一點點的毛毛雨狀況 會在東北角到北部海岸線 但是因為雲多關係 所以曙光在東部地區 能看到的機率來說是偏低多 我們接著再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從這張衛星上面你可以看到 雲層的發展非常的淡 我們再來用個真實色彩的雲圖 更明顯可以看到 雲街的現象非常的明顯 出現在黃海到東海這邊 台灣上空強冷空氣下來 今天台灣的西部海岸線的 整個陣風來說 都是一個明顯偏強的狀況 即使到了現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注意到 整個陣風來說 在晚上的時候 在新屋這邊還有在八級的陣風 恆春半島的洛杉瘟也是偏大的 東極島在澎湖也有八級風 藍雨陣風也在八級 隨著北方的強冷空氣的南下 高壓系統已經逐漸的接近到上海的位置 預估在今天的午夜之後 高壓開始進入東海 我們通常這就稱之為高壓出海 當高壓一出海 冷空氣的強度就會很明顯的 開始變為偏東風進來 冷空氣就要減弱了 所以明天白天 我們的氣溫要上升了 從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高壓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正在上海 逐漸要往東海方向移動 明天的白天進到了韓國南方之後 風向開始變為偏東風 溫度開始上升 接著禮拜四 禮拜五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再來我們來看幾個時間點 第一個 禮拜六 先注意到禮拜六 禮拜六北方有高壓要下來 還沒到台灣上空 所以在週六的時候 我們剛好北邊有個微弱封面在通過 可是水氣量來說少 只有在東北角會有一點點的雨出現 在週六的時候 週日的時候有個高壓下來了 我們看到高壓下來之後 開始帶的是北風乾燥的空氣進來 所以在西半部地區是天氣晴朗 要看最後一道西洋 都看得到在西部 東部地區反而雲程量來說 比較偏多 這個是在星期三十一號的時候 在星期天的時候 接著跨年晚上的時候 就是西邊都是屬於好天氣 到了元旦當天的時候 高壓系統東移了 這禮拜一 所以冷空氣的強度 在週一晚上還是冷 北部地區大概在14度左右 到接近13度 所以要注意的是 元旦的晚上溫度型態來說 乾冷空氣的影響 接著我們來看衛星了 衛星上面可以注意到 明天的水氣發展量 要開始減少 但今晚會有輻射冷卻 我們就來看各地溫度有多冷 晚上的溫度 北部地區12 13度 淡水現在已經10度了 明天可以升到23度 日夜溫差非常明顯 雲家南注意 低溫會在10度左右 今天晚上輻射冷卻左右 南部地區晚上也只有13到15度 東半部地區只有東北角有點雲層 外島地區天氣晴了 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最主要在4的時候有 接著6日的時候都是好天氣 跨年天氣好 但東半部雲層多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晚上寒冷 穿著要保暖 中南部日夜溫差大 早晚出門要